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公 老婆 那么老公这个称呼的由来在何处呢 为什么会说这个称呼以前是用来称呼太监的呢 老公一词最早只不过是用来称呼年纪大的男性老者的 而且基本没有什么褒贬之意 就像现在的老人一般 在北史之中 记载彭城王高游时便有相关的话 高游是北齐宗室 在当苍州刺史时体察民情 很能破解疑难悬案 其治下有一老妇人种了几亩菜地来养活自己 但经常被人半夜偷菜 老妇人年老体弱 老眼昏花 根本不知道是谁偷的 便告到了高游这里 高游听了 便让人跟着老妇人回去 在他家中的菜上都写了几行不起眼的小字 果然这天在被偷菜后 高游直接带人去菜市上暗途索计 直接抓住了一伙贼人 这样的事情不知反击 如此一个好官 当地百姓当然舍不得他走了 所以在高游升官适中时 当地推举得高望重的老人带着吃的来挽留他 请他吃口饭再走 史书中也记下了这个场景 四年 只为适中 人力送别悲好 有老公数百人 相绿据撰白邮约 自殿下致来五载 聊献书宝 李大师 李延寿北史 列传卷三十九 可见此时的老公 还是很简单的词语 用以称呼老人 但是如果在人们一些特定语气中 这个老公也会是有些贬义的灭称 同样是在北齐 高杨篡位时便曾经如此怒骂过 原来当时有一大臣名曰高龙之 此人平时就是个非主流 不仅经常在家里有了红白喜事之时 擅自更改服装 用品等礼仪 就连国家有一些需要他操办的仪式 他也是不寻常理 天天此人还是高欢执政时 就跟着他混的 资历高得吓人 让人没法直接弹劾他 在高杨篡东位自立时 众多大臣都劝谏他时机不到 不能操之过急 而高龙之也在其中 他的语气天天还是非常生硬 一副百大谱的样子 这让高杨非常生气 怒骂道 这个徐家的老头 竟然真把自己姓高了 随即让人将他一顿胖揍 赶了出去 这高龙之怎么成了徐家老头呢 原来高龙之虽然姓高 但和高杨却不算是本家 他是太监徐城的养子 他的父亲高干也是被其姑父 从小养大的 所以高干也是跟了他姑父的高姓 也就是说他这一家原本姓什么无从可考 高杨这么一骂 颇有些对子骂父 骂人皆短的意思了 可见无论有没有感情色彩 此时老公还是很表面的意思 就是说老年长者 那么是什么时候 老公才涉及到了和自己有关的人呢 根据一些历史笔记来看 老公用来特指丈夫是从唐朝开始的 唐朝中期 有一名约卖爱心的宝学之士 虽满腹诗书却是一直无法金榜提名 值得宽慰的是贤惠的妻子 多年不离不弃地陪伴在他身旁 为其打理家务 终于等到卖爱心 年过四十 方才中了举 从此一步登天 围观一方 生活品质瞬间提升上来了的卖爱心 也开始渐渐迷失自我 这房子从破屋换成大宅了 衣服从麻布换成绸缎了 就连洗脸盆都从瓦盆换成铜盆了 还有什么能够改变一下的呢 一转眼 自己的妻子进来了 当初的妙龄少女 如今也忍老珠黄了 哎 是不是自己该换个老婆了 这一想 卖爱心就止不住了 心中也有了些愧疚感 自己虽然叫爱心 但也真不能就这么喜心厌旧吧 妻子跟了自己这么多年 这传出去自己还怎么做人 那不如让妻子自己走了吧 于是卖爱心提笔写了一个上帘 放在了书桌上 然后就出门 等着妻子收拾桌子时看见 果然过了片刻 妻子端着水来擦桌子 一眼就看见了 卖爱心留下的上帘 和拜连残 落叶归根成老偶 妻子在卖爱心身边伺候多年 也不是不识字的普通妇人 心下一琢磨 就明白了这个上帘的意思 卖爱心 这是嫌弃自己年纪大了 让自己落叶归根回老家呀 但自己在他身边这么多年 难道就轻飘飘 这么一个上帘就把自己打发了 想到这里 妻子拿过纸笔 抬手补全了一个下帘 和黄道熟 吹糠见米献新凉 如今的糟糠之妻 曾经也是你所真爱的新娘啊 难道真的一带新人换旧人 你要换新娘了吗 等到卖爱心看到妻子补得下帘 顿时泪流满面 从此带妻子更加好了 并对妻子打趣道 夫人的劝戒 真是如老婆一片婆心啊 妻子听了也笑着说道 老爷的做法 也是似老公一样公道啊 就此之后 老公、老婆 变成了夫妻之间的昵称 此事具体来源不详 北大国学课 广东省大部县委员会编 大浦文石等均有载 为标明出处 因为民间流传已久之故事 而在唐朝之后的种种迹象表明 这个称呼 也的确开始用在了夫妻之间 像是施奈安所著的《水浒传》中 鲁智深夜宿桃花村一劫 小霸王周通进了鲁智深 为他准备的洞房 还以为里面是新娘子 伸手摸去结果被鲁智深一顿胖揍 他喊得便是 做什么便打老公 鲁智深回得也有趣 叫你认得老婆 《水浒传》第五回 而吴承恩所著《西游记》中 在金角银角平顶山一回 银角大王拿的甲宝葫芦不管用 也是道 天哪 只说事情不改便理 这样个宝贝也怕老公 此见了熊就不敢装了 行者笑道 你且收起 轮到老孙该叫你立 《西游记》三十五回 由此可见 按照这二位的成熟年代来看 最早在袁末老公老婆 就是夫妻之间称呼了 若真是按照书中所记载的时间来看 《西游记》乃是唐太宗时期的故事 那么这称呼最早就要提前到贞观年间了 那么为什么老公还有代指太监的说法呢 这是从何而起呢 在目前为老公代指太监这个说法背书的 最为权威的人士之一就是学者李敖了 李敖经过考证 发现了在清朝时期 一些太监因为被阉割了 身体上已经残缺 算不得是一个男人了 所以就会在心理上拼命地找不回来 他们依旧会去逛青楼 会去喝花酒 但是这太监哪怕搂着八个女子进了屋 他也没有那个功能了呀 这岂不是更加难堪 还白花了一笔银子 有的太监为了出口恶气 就会往死里折磨这些女子 这些女子为了挣这笔钱 往往都会被折磨得只剩半条命 这些变态的太监 自然就是清楼之中令人畏惧的存在 到了最后 女子们见了都会相会告诉 但也不敢说太监来了 就会说宫里的人来了 宫人来了 或者是公公来了 时间一久 就成了老公来了 这里的老公 更多的是这些可怜的女子 对变态太监的怨气 但是这只是李敖考证的清朝说法 其实老公代指太监这个说法 形成的要比清朝早 在明朝万里年间 有个学士名叫罗茂登 他以郑和下西洋为背景 创作了一部《西洋记》 也叫《三宝太监下西洋记》通俗演绎 其中 在郑和音将金定以法术斩杀了自己四元大将 向老天师求助时 天师是这么回答郑和的 老公 岂不文甲不能以圣真 邪不能以圣正 此时的郑和不过是个年轻人 就算天师对他用敬称 也绝对用不到老公这个词 故而此处的老公 便是代指的太监 由此可见 老公代指太监 最晚也要追溯到明朝了 而李敖考诀出的另一个角度 则是要自古已来了 秦始皇嬴政的母亲赵姬 原本是吕不韦的女人 后来嬴政登基 吕不韦也跟了过来 经常进宫和赵姬优惠 但是在吕不韦当了相国后 也开始注意影响 不想再和赵姬牵扯了 于是便找了一个天赋异禀的一人 烙矮 吕不韦把烙矮送进了宫里 假称他是太监 但实际上烙矮根本没净身 男人能干的事他全能干 就这样烙矮和赵姬 在宫里过上了没羞没臊的生活 如同一对夫妻一般 赵姬也称呼烙矮为老公 时间一长 周围的人都称呼烙矮为老公 但赵姬怕嬴政之道 便对别人道 这只不过是他称呼太监而已 这个谐音传了下来 老公老公就成了又能称呼太监 又能称呼丈夫了 但这个说法毕竟太过玄乎 李敖自己也觉得是时间太久 一手资料无从考证 其实种种史料已经表明 老公这个称呼也许本来就是个多义词 老人丈夫太监都只是其意思中的一个 像是一条条平行线 根本不存在本来是专门用来称呼谁 后来发生了一些故事 又被转换了意思的 发展到了如今 老公专门被用来称呼对象 已经是很普遍的认知了 这也就更多的包含了一种责任 一种担当 从历史的角度 发展的角度来看 还是希望各位老公们能够多学习卖爱心 哪怕一时迷失了自我 最终也能迷途知返 对老婆如初 切莫学习烙爱 攀附赵基只不过是为了权势利禄 他的下场可真是不怎么好啊 感谢观看